即使拥有六眼 也无法看穿自有内心的黑暗 从我们是最强的 变成我是最强的 这条路上究竟有多么苦涩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这部影片将来深度说说 五条悟与夏尤杰的友谊 为什么彼此是对方唯一的智友 当然我也会回顾 从华语御哲片 直到剧场版周树林 大家就能明白 即使命运重来 五条悟也无法阻止夏尤杰走上歪路 夏尤杰的父母都是凡人 出生在非术师的家族 但昼林超树 像是命运刻在夏尤杰的身体 说实话成为术师这件事 本身就是一个诅咒 许多角色成为术师的意义也不同 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自己 但夏尤杰出生于非术师家族 更能切身体会人类与术师的差异 是少数想将能力 用在保护落者的术师 五条五诞生于玉三家 更有百年一遇的六眼 一出生几十万人之上的天花板 年轻时的他自大傲慢 无法理解弱者的感受 甚至觉得顾虑到非术师 真的很麻烦类人 顺带一提公事书中有提到 他对夏尤杰的第一印象不是实力 而是那特别的刘海 强大美朋友这句话 用来形容五条再好不过 而夏尤杰却是第一个 能与自己不分宣制的同侪 不会担心他因为出任务意外去世 更瓦解五条内心那份强者的寂寞 这份信赖与羁绊 让五条能自信地说出 作者比较少描写 夏尤对五条的心境 但透过仔细读每句台词 夏尤将五条视为好友的原因 同样也是信赖 虽然五条总是在抱怨很麻烦 但只要夏尤一开口 任何事都会照做 原本开启上超没意义 之后却不曾忘记 从保护臭小鬼 直到不睡觉 再冲绳多玩几天 最终甚至不许与天人开战 还有原本第一人称的我 也改成礼貌的用法 细心的观众就会发现 五条做决定之前 都会问过夏尤 这心领神会的默契与信赖 也让夏尤杰说出 而逐渐让两人理念分裂的 并不是圣儿 而是已经在他们心中 占有一席之地的天内 在盘心教这段 是两人最初的分歧点 五条特地问夏尤 要不要杀光教徒 这也稍微看出 五条对于善恶的分辨 都会听取更加成熟夏尤的建议 不过就当话题说到意义这件事 五条却说 那种东西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在动画里新增一幕 夏尤杰握拳的画面 象征着坚持 不动摇自己的信念 而这同样也呼应着之后 五条握拳到出血的画面 这两个都是动画新增 对彼此重要的转折 天内的死 两人都说是自己没有善尽职责 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天上天下为我独争的五条 尽管处于兴奋状态 却也是在内心 说出第一次的道歉 之后一直抱着天内 透露悲伤的神情 当然夏尤杰握了难受的情绪 更开始怀疑 保护丑陋落落者的意义 究竟是什么 在之后五条成为现代最强术师 打破平衡 导致咒灵大量出现 夏尤一人不断扶出 以吸收咒灵 身心俱疲 在灵域间可以说是最经典的场面 灵域这个画面在动漫中 通常是用来表达希望清醒 或是掩饰悲伤的手法 而夏尤想要洗滴杂念 并且告诉自己不能动摇 五条个性热天 没有自己无法做到的事 自然也无法理解处于落小的人 而夏尤杰则是咒术中 心思最细腻的人物 想满足天内童话前的人生遗愿 暖心对黑警说出 你是天内唯一的家人 土产因为误会吃 所以就选甜的 买饮料请学弟灰原 安慰七海不用担心 五条已经处理土地神的任务 那是心思细腻可以说是优点 但所有事都有正反两面 心思细腻的缺点 会导致多愁善感 自我苛责 并且容易抑郁 夏尤杰始终都在替他人着想的成熟 吸收咒灵的恶心难受 不曾说出 最终导致多路深渊 五人察觉 更没有人伸手拉住 后背灰原 帮助人就感觉很快乐 那闪耀的热情 确实让夏尤想起初衷 不过九十九的对应疗法 却给夏尤杰上了一课 现在的他 仅仅是对于非术师的厌恶 真正压倒最后一根稻草的 是灰原被宿灵杀死 只剩冰冷的遗体 宿素师本来就非常稀有 跨级工作更是常见 而夏尤其实看得非常远 才明白这条路上 像会是由术师嫌疑铺成的道路 刀砖的术师也只有少少的几位 当然死亡的 可能就是自己身边的同学朋友 在偏远的村庄 两名能看见 咒林的女孩被迫害如同畜生 对非术师的厌恶 咒林的憎恨 术师被不公平对待 夏尤杰最终选择 一举数得的方式 杀光所有非术师的人类 在剧场版中 更能看见他不再困惑迷惘 露出如是重负的笑容 从发型中也能看见夏尤杰心态的转变 从原本扎起逆弱 直到放下头发充满憔悴 最终才又扎起 并且留下发尾 在一段友谊之中 比起和朋友吵架永远不联络 更让人心痛的 无非就是 原来自己一点都不理解对方 听到过去形影不离的朋友 违背原则杀人 甚至对父母动手 虽然我在之前已经说过 但还是来快速解说一下 两人的台词 五条悟说 杀光所有非素师这种事 不可能做到 详劝夏尤杰回头 但反而戳中夏尤最在意的部分 所以他才说出 你真是傲慢 你能做到却说我做不到 可以看出两人 无法像过去同频率的对话 五条这道光越亮 夏尤内心的阴影也越暗 接下来的两句台词 分别也有不同的隐喻 这句可能代表的含义就是 因为你拥有五条血统与六眼 所以你才是最强 下一句则是表达 因为你是最强 才有资格在这说教吗 两人之间的隔阂 也让五条无法理解 话中的含义 有很多人好奇 为什么五条是初子 最后却收手 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原因 就是夏尤杰的那句 要杀就杀 那也是有意义的 这句话就表达 夏尤为了大义 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必然 五条才明白 夏尤一直都是夏尤 始终都在追寻意义 没有改变 所以他也才无法对 唯一的挚友下手 即使是最强 也无法拯救 不愿身手的人 就算有六眼 也看不清夏尤杰的黑暗 自己太强 快到自有 无法跟上 这成为五条学生时期 最沉重的诅咒 之后夏尤杰夺取盘心教 其实反而更少杀人 制造混乱 大多都是在收集咒铃 以及找了许多 认同理念的诅咒师 成为家人 五条物则是成为老师 想培育出 与自己比肩的优秀术师 在2007年出手资助 圣儿的孩子会 2017年交乙谷学会控制特级周龄 当然还有更之后 救下即将被处死的虎杖 在周树林中 两人各种学生时期的画面 也是怀孕育哲篇结束之后 非常值得回顾的剧情 在过去 教室有着挚友的身影 如今只剩下五条物 独自一人的落寞 即使过了11年 五条物依旧无法忘怀 与挚友分道扬镳的那一天 夏尔杰的那些话 更是如同罪心之痛 当初最强的两人 如今分裂成最强与罪恶 要说剧长版最棒 却也让人心酸的 那就是夏尤杰同时也看着夕阳 怀念青春这一幕 我个人觉得 他与物走向不同的道路 当然也有不舍 但是为了大义 非作不可 虽然只是一个电影原创的画面 却更丰富了夏尤杰这个人物 成为诅咒师的他 信条就如同后面的题字 与者刺死 弱者降乏 强者施爱 他特地回来高专 渐渐特级术师 一谷优太 这使得他其实非常客气 想邀请一谷加入自己 不过最终被拒绝 这也是夏尤杰 引发白鬼夜行的主因 目的就是杀了一谷 夺取特级昼灵 这里提下 咒素灵是咒素回战的前身 这正是连载前的短篇作品 夏尤杰林被刻画成反派 各种演绎真的邪恶 坏掉不行 但也不难看出借鉴 藏了许多细节 依旧保有夏尤的温柔 狗卷熊猫明知道没胜算 还是来救一谷 这一刻的下游感动到直接落泪 他其实也没真的想杀术师 甚至还让猴子珍惜也留一口气 更重要的是 还给一谷时间 用翻转术师治疗他们 结果大家都知道 夏尤杰败给一谷优太 无条故意让打不赢的狗卷与熊猫回来 是因为信任夏尤杰不会滥杀术师 夏尤杰派其他家人去东京与京都 是因为相信无条悟不会杀人 这也展现先前说的 两人对彼此的信赖 无条过去年轻时 是激动逼问着夏尤杰 11年后成熟的无条 则是选择理解聆听 才问着最后有什么话想说 夏尤杰的遗言依旧是大义 他说有非术师的人类 自己就无法真心地笑 共无条对夏尤杰说的最后一句话 不论是在电影漫画中都没有明说 作者也不对观众解释 只说了已经出现在台词中 无条用这句话来表达 很划十多年的友谊 即使再重来一次 夏尤杰依旧会成为诅咒师 原因就是他的内心太过温柔 关心走遭他人 才导致想消灭非术师的人类 这是连无条悟都无法阻止的命运 无条悟让夏尤杰在人生之后一刻 发自内心的笑着 而他必须亲手结束好友的生命 可想而知有多么难受与痛苦 在最后他不选择诅咒夏尤杰 而选择让夏尤成为自己的诅咒 夏尤的意义 直到今天一直是五条衡量善恶的标准 不再说考虑弱者很麻烦 不再说欧雷改成博苦 从我们是最强的 直到我是最强的 听起来很嚣张的话 五金却充满心酸 而这条通往成熟的路上 对五条来说更是充满苦涩 如果觉得这部影片不错 可以按赞或是留下超级感谢 当然也可以等片尾的广告跑完 都是非常棒 支持四号仓库的方式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